為在臺北市租倫街的體育署聯合辦公大樓 除了作為體育署辦公場所外 還可將剩餘空間租借給體育署主管的 全國性體育團體 不過立委發現租期跟租用空間 沒有明確規範 質疑體育署讀候某些特定團體 租到現在 大多數進駐在目前體育辦公大樓 都是從82年租到現在 你不是說一年一聘嗎 一年一聘是喊假的 最大的可以到一百多坪 最小的是兩坪 那這中間的差距 是不是還有調整的空間 那第二個就是時間來講 就是他現在是以一年一千為原則 實際上這個原則根本就是 無時間限制的延伸 立委表示全國性體育團體 共有七百五十七個 目前進駐體育署聯合辦公大樓的 體育團體是五十八個 其中二十九個團體 已經陳租超過二十四年 雖然體育聯合辦公大樓管理要點 規定租期一年一千 卻沒有限定續約次數 也未明確規範使用空間分配規則 要求體育署通判檢討 因為台北市體育委他也是剛開始成立 這棟大樓的時候他就進來了 當時也有說如果原來就已經在這個裡面的 所以八十七年行政院體育委會成立的時候 當時是也有給他繼續留在這邊 至於他的空間是不是應該來檢討 這個我們也是覺得應該是值得來檢討 臺灣體育資源有限立委認為政府資源應該優先提供給弱勢團體 現由陳租辦法不僅不公平 更無法兼顧後租者權益 體育署表示會進行監討 記者MAS 56立法院才能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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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